躺平的一天从美好的早午餐开始 40家两人在上海的老婆小李已经躺平27个月了 最近感觉比较水逆破财 家里的电器用了11年后陆陆续续都开始坏了 今年年初电热水器换了块主板花了210 前几天厨师机打不开了 刚过一年免费维修期就坏了 材料费还得自己出 换了块主板又是100块 洗衣机空调今年也都换新的了 各大电器像商量好的一样 最近冰箱也开始出问题了 找了品牌方的师傅过来检查 这师傅也是挺实在的 竟然还想着帮我省钱呢 他说这冰箱其他部件都挺好的 不介意换新的 只是出水口容易堵 让我没事自己手动通一下 接着冰自己敲一下 他自己家也是这么操作的 再用几年没问题 因为10年前的产品里边铜管质量超级好 现在的这种小体积冰箱质量 根本不能和以前比 想着既然躺平了就要省钱 那就不换了 自己多花力气保养吧 所以今天吃好饭的工作 就是铲冰清理下水管道 顺便整理一下冰箱 给你们看看里边都塞了些啥 先把抽屉拿走 就是冷藏室最底下这块容易积水结冰 用师傅浇的方法铲掉冰块 还有下水口附近的冰块 戳一下就掉下来了 最后再用一张厨房纸 自制一根小工具 通一下冰箱的下水管 做起来速度也很快 几分钟就全搞定了 就是每两个月就得清洁一次 馋好冰块正好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的冰箱里有些什么 像我这种爱做饭的人 冰箱里最多的就是调料了 因为饮食习惯 中西式的都爱吃 所以调料也很杂 不基于你一种菜式 先来看这一排 这款沙茶酱是家中常备 某次逛夜市 看到老板用它来炒鱿鱼 超级鲜美 就偷偷学会了这道台湾夜市的沙茶鱿鱼 这瓶蒜泥酱是偷懒好帮手 就不需要自己切蒜末 切得手指臭臭的 做蒜蓉蒸虾 炒蒜泥蔬菜 调火锅蘸酱都离不开它 这罐猪油主要用来开酥 做中式点心的 比如之前做的枣泥酥 或者鲜肉月饼这些 省得自己熬猪油了 冬天吃小馄饨 汤里放一小块 能提升整碗汤的香味 这瓶墨西哥辣椒圈是做墨西哥牛肉薄饼的重要材料 没有它就没有灵魂味道了 可能国内用这款的小伙伴比较少 海外粉是不是比较熟悉 牛肉和它是绝配 这瓶橄榄菜 估计广东小伙伴都知道 做懒菜四季豆可好吃了 也是家中常备 这两瓶红绿剁椒 轮到四川朋友很熟悉吧 做剁椒鱼头上面铺一层 这味道绝对正宗 这瓶柠檬汁主要是做蛋糕的时候用 蛋清里来几滴 打发蛋清能比较挺立 门上这款铁塔的淡奶油 是我最常用的 价格适中 味道很醇厚 沙拉酱 番茄酱 黑胡椒酱 这只像牙膏一样的是番茄膏 现在的番茄都不够味 淡淡的粉粉的 经常需要番茄膏来加点味道 还有这包酸奶菌 也是千挑万选 终于找到的 不会拉丝的菌种 其实酸奶拉丝的原因就是菌种不存 没有杂菌才能做出厚实不拉丝的酸奶 鸡蛋是家中必腿物品之一 我一般去菜场一买就是30个一板 25元 性价比很高 所以门上自己另外装了两个鸡蛋格 不管是平时炒鸡蛋还是做蛋糕 鸡蛋都是必备品 这里还藏了一只烫伤药膏 常在厨房转哪有不烫伤的 放在冰箱冷藏万一烫到这冰冰凉凉的涂上去 瞬间降温止疼特别管用 抽屉里还有几个我觉得特别好用的东西 先是这个酒取 做酒酿要用这种农家自制的酒取 笔钞是粉状带状的香浓很多 还有这款牛油火锅底料 冬天在家吃川味牛油锅底 再扯个面都不想去店里了 价格便宜 牛油味香浓 冷藏室参观完毕 再来看看我的冷冻室 每次买菜送的葱都冻在这里了 再也不愁忘记买葱了 还有我自己做的牛肉饼胚 在家轻松实现牛肉汉堡自由 怎么还有挖过一勺的冰淇淋 是谁偷吃的 菜场囤的吊龙牛肉片 价格只有火锅店里的五分之一 这还不够 还有这个疫情前买的200多元的瑕疵冷冻柜 那两年用的太香了 能囤不少东西 现在也舍不得扔 这些鸡鸭鸽子啥的都是每次回家吃饭啃老 爸妈给的 还有这卷卷饼皮 都买的商业妆 量大 但是价格便宜一半 好了 冰箱就先参观到这里了 大家的冰箱都用了多少年了 有没有这种结冰现象的 还有谁家也用两个冰箱的 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哦 那我们继续去躺了 大家下回见